林县长表示 今天县刊的产业道路 都是民众在县民时间 所反映的陈情案 以及地方建设案 在公务处以及农业处 先行勘查后 确认有需要紧速改善 经由会刊后发现 有陆基掏空 路面严重毁损 50年旧桥路面高于桥端 以及野稀冲刷户案 造成淤积 影响桥面安全等等情形 县府已筹集施设经费 会紧速施设 以避免再发生灾害 确保农民安全 像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牛牛 已经做了50多年了 因为每一年都一直在维修 路面一直空 空到桥端没有去 另外就是旁边这些不扣 还要加进来洗洗 大水来的时候 也能流畅 才不会移植 才不会淹水 这部分 我们可以说真的有需要 我们也同意 大概这些经费 要一百十几万来做 另外我们中了乡 很多这些三夹道路 也需要来加工 所以今天来费费料 来加一些这些 要做的工程都很必要 我们已经丢标 这个经费大概四百万万 今天这四百万万的经费 我们也要签来跟我们中了乡 来来它施策 保护我们这些城市 的安全 没有还要造成灾害 这是最重要的 中疗厢长张永辉 以及代表会主席张玉发 对于林县长的行动力 以及高度清明作风 表达感谢及肯定之意 张乡长说 林县长对于有急迫性危险的个案 本着该做就要做的态度 指示公务处尽快施设 让农产品运输更加安全 对于乡民来讲是一大福音 县长特别关心中疗箱 让我们中疗箱来看要施作的工程 展示它亲民的一面 中疗箱实在要做的也是很多 但是县长说钱要花在岛口上 该做就要做 刚刚去看的县长都有同意 也当场的签 所以说对我们中疗箱来讲是一大福音 这个县米时间所承诺的这些工程 还有我们县年的建设 对产业道路的维护 还有野稀的整治 特别关注 因为有利于我们农产品的运输 还有便于大家行的安全 今天非常感谢县长 请是来会看 会看内容包括永和村水冲坑道路改善工程 永方村正万坑道路改善工程 爽文村竹平巷本基湖道路改善工程等等 林县长足以了解道路毁损情形以及改善方案 除了折层公务处以及农业处规划改善之外 对于永和村水冲坑产业道路严重掏空 谨慎水泥块有利极性危险 也要求公务处尽快施舍 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